煙是香的 有人叫它香煙 其實如果你戒煙完全戒掉的時候 你聞到煙味是好臭 真的好臭 所以我可以體會到說 以前我兒子啊 我在開車啊 那我開專戶 那個煙還是會飄出去嘛 可是他們坐在後座還是會聞到 他說叭叭 好臭 好臭 我說好啦 我完全就不知道說 他們聞到的味道是這麼臭 所以後來我真的煙戒了之後 我會問 就是說哪怕我走過那個旗樓以下 然後有人抽煙我經過 就算一瞬間聞到那個0.1秒 真的很臭 所以如果有機會要戒煙的人 真的加油 加油 加油 他也戒了 結果別人回來 人家會回頭來感謝他 所以這樣一個關係下來 其實大家會覺得 每個人對你的眼神 各方面 就是那種是很善意的 就像我講真的 我那時候確定戒的煙 然後走在路上 新聞發誤 就裡頭就戒煙了 因為後來小燕姐真的有給我10萬塊 他就後來就找我去唱 小燕 SS小燕之夜 他就故意找我去 他就後來就 欸 裡頭天上你戒煙了 我也是小燕姐我戒煙了 然後 欸 來 拿出紅包 裡面10萬塊吃票 我心裡想 唉唷 我拿也不是 不拿也不是 怎麼辦呢 我就又貼10萬塊 捐給董事基金 捐出去之後 小燕姐就跟我講說 你戒煙乾我屁事啊 哈哈哈哈 也對啊 我戒煙為什麼他要花10萬塊 小燕姐真的是好人 哦 那最主要是怎樣 我身上沒有再 不會再有煙味了 哦 那小孩子就更喜歡我了 都是當年啊 10年前啊 那時候小朋友還很小 哇 就每天滾在一起玩的 他們也不會面有難色 你的 欺慰功能本來就比別人差的時候 這些病毒在找上你 你覺得你一定會贏他嗎 那在這個時候啊 已經不分人種了 你管你黑皮膚 黃皮膚啊 你遇到這病毒 誰都一樣 可是你至少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說 我沒抽煙 我的免疫力比別人強 這個時候大家要共體時間啊 就是非必要 那為什麼一定要出國呢 你不玩不會死 你玩了可能會死 幹什麼玩呢 我可能講太多 哈哈哈哈 可是我真的是這個想法啦 對不對 就是你自己無所謂 你要替家人替國人想吧 做生意嘛 很多的 不管是台商還是他各個國家 可是他們還是要得回來台灣啊 那回來台灣怎麼辦 那就是14天啊 那這樣子 那可是在台灣人也不選擇出去 短程的去跟大家談個事情啊 什麼的 快去全部都取消了 用電話吧 對不對 要不然現在有個東西叫視訊 對啊 不用那麼堅持啊 呵呵呵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